哇 这么好看的公主房 看上面 这完全就是一个小loft 然后旁边还有它的读书的一个位置 这么可爱的小房子 还有女孩不爱吗 美国的异域风情别墅 KT最好的学区房 我握六个洗手间 我们今天看的是一个非常异域风情的豪宅 它位于休斯顿最好的学区 KT这边的七湖高中的学区房 这个豪宅 它的这个周围的树也特别多 像我们看到的门口就有两棵大树 但是它们大小其实有点刚刚好 并没有大到可以影响到房子的程度 还是蛮好的 我们就马不停蹄的走近看看 它一到了门口 这个地方是一个铁翼的门 非常的重 使劲打开 然后打开门之后 你就会发现 这个房子一打开门 就是这种异域风情的感觉 完全都是一种 有教义 还是跟法式风情相结合的 一种风格 它的楼梯也是这种 法式的楼梯 然后一个长廊都能从客厅看到 然后呢 然后呢 再从这边往主餐厅走 就更能发现它的美 水晶吊灯也很好看 特别是这个大窗户 大玻璃 就这主餐厅 简直是哈拉都要留下来了 主餐厅的旁边呢 是有一个这样的吧台 那它的作用就是社交属性的作用 因为这边就是吧台 旁边就是主餐厅 它挨着就非常的近 所以呢 在餐厅吃饭的时候 刚好去吧台拿瓶酒 在主餐厅直接看出去 还可以看到漂亮的这个泳池景观 这些都是它们可圈可点的一些地方 再往里走才是主人的主餐厅 那这个是主客厅 这个客厅呢 就是起到了亲密的会客的作用 所以呢 这个房子五千七百多尺 它的功能区化分的非常好 您看到了现在的这个餐厅呢 它是它的早餐厅 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吃早餐 就是家里很亲密的人 没有客人来的时候在这吃饭的 然后旁边就是它的这个厨房 中导台油烟机 然后五头炉灶全部都做好了 但是呢这个厨房台面什么的不太高档 而且它的厨房电器也没有更新过 但是它的相近是冰箱什么的 还是很不错的 所以有可能这个厨房 还是需要一定的安心 那现在我们就去一些细节的一些功能的房间 utility room什么的 我们往这边走就可以看到到它这儿呢 还有一个飘窗 然后呢旁边是一个橱柜 那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 大家猜一猜 我最后告诉你这是干嘛的 然后再往这边走 它的另外一个洗手间 这个洗手间呢可以打开门 就可以直接进来上厕所 它其实是给室外泳池来用的 这边就是它的室外厨房 我们待会儿再去外面看一下 这个地方呢就是它的一个车库 这是其中一个车库 都放了很多杂物 电箱也在这个车库 自门喷零的控制器也在这个车库 我们现在就 它是这个自动的 我们现在从这边出来 然后这个门出去 就会是这个车库的driving 打开 出来 这边能停好多车 我的车就停在这里 然后这边呢有两个车库 可以停两辆车 在旁边呢 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有一辆一个车库 所以一共能停三辆车 这就是一楼的感觉 待会儿我们再去院子 先从这个大窗户 给大家看一下院子 它院子还是蛮大的 蛮漂亮 待会儿我们再去看 现在我们上二楼 在穿过漂亮的大客厅 会客厅 哇 这个角度看它也真的是很美呀 穿过这么大的会客厅 我们往右手左手边看 这边是它的一个书房 全部石木橱柜包裹 然后书房的旁边是客人的洗手间 这个房子呢 是有两个客人洗手间的 这是一楼的其中一个楼 我们再往这边走就到了主卧的位置 巨大的主卧地 地毯都是新铺的 非常厚的那种 很舒服的有材实感的大地毯 厚地毯啊 这是整个这个主卧 主卧洗手间 没有翻新 按摩浴缸 然后马桶间 然后在这边是橱柜 洗手台 但是它没有翻新 另外一个洗手台 然后洗淋浴间 再往里走 两个衣帽间 分了这么大的女士衣帽间 和小小的男士衣帽间 旁边还做了这么多柜子 都可以放很多东西 这就是它衣帽间的这个部分 所以你看它五千七百多尺的面积 确实是利用的 还是挺不错的 好 现在我们上二楼 我们现在上二楼 到了二楼之后呢 先是一个长长的走廊 我们先从左手边开始看起 左手边是一个套间 它这个窗户还是带着飘窗的一个套间 然后洗手间呢就在这里面 它是洗手间的这些橱柜什么的 都不是最近刚换的都是以前的一些橱柜 但是它保养的是比较好的 那所以呢这就是一个单独的套间 从这个套间出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楼下的一个客厅的位置 其实从这个走廊上一直往下看 都可以看得到楼下的客厅 然后我们去另外一边 另外一边呢就是另外的几个房间 首先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很漂亮的公主房 它是一个小loft 楼上可以爬上去 孩子可以爬上去玩 然后楼下可以有一个读书的空间 是蛮好的一个设计感 这个洗手间呢是两个房间共用 一个洗手间的设计 它也是橱柜什么的 没有最近更换 然后它所有的这些灯都是感应灯 这种细节做的还是很不错的 然后我们现在就到了另外一个房间 以及这个房间也是有大单独的洗手台 然后到另外一个房间 这是我们看到的第1,2,3,第4个卧室 然后这个卧室呢是从旁边的这个门出来 我们刚才看的那个卧室是从这个门进的 现在我们就要从另外一边看一下2楼的其他房间 这个房间呢是2楼的一个活动室 活动室的意义就在于孩子有地儿玩了 1楼有活动室有客厅 2楼也有一个活动室 孩子有地方去活动 在旁边呢这个房间就是我们看到的第5个卧室 这个卧室也是带单独的洗手间的 并且它的卧室的面积比较大 这个卧室的面积跟主卧都快差不多大了 卧室的洗手间就在旁边 它是一个套间 所以呢你看它这个房子有两个套间在2楼 一个套间在1楼 停 我住进了 我们现在就直接去1楼看一下 因为它的院子也很漂亮 它占地是比较大的 又穿过这个漂亮的打客厅 还有主餐厅了 打开门进了院子 它先是有一个泳池 院子里边还有室外厨房 我们慢慢看 在另外一边呢是有一个patio 还有室外厨房的一个空间 这边呢室外厨房 旁边有一个门 可以直接开着 进去就可以上厕所 就是它这个房间里面 给这个边设计的一个客人的洗手间 并且室外厨房的外面的炉灶 还是可以做煎炸烹炒的 在这边 这个炉灶的火很大 可以直接做煎炸烹炒 在旁边就是一个烧烤箱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套房子了 它是一个位于休斯顿K里最好学区 也是属于七湖高中的一个学区豪宅 您对这种异域风情学区豪宅有感觉吗 欢迎联系记忧修整地产团队 我是休斯顿好房网的积极 我们下期再见